大家好,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是维修老的T360焊台。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可分离式的屏幕显示。 当我们放在台下用的时候,这个显示屏的工作视角是非常直观的,工作视角上是可以看得见的。 然后这个,我们的落铁支架,它也是分离的,它是有线连接起来的。 这个线连接起来的作用呢,是为了让落铁进入休眠状态。 它两秒就可以进入休眠了。 一、二、显示休眠。 然后这个T360焊台,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呢?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维修师傅,他会喜欢把这个电烙铁摆在上面去使用。 那这个时候呢,如果是这样子的话,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看清这个显示屏了。 这个时候,分离式屏幕的优势,就体现出来了。 我们把它装上。 装上后,我们再来看一下焊台的屏幕视角。 我们工作的时候,也是可以清晰看得见屏幕上面的数据的,而且也方便我们去进行调温,去设置参数。 我们在使用过程中,因为这是一个分离式的烙铁架,所以我们不用像一体式的那样,还要把烙铁放回上面。 我们用完,究竟就可以放回去了,还不会影响休眠。 你们看,一样可以休眠。 所以这种设计大大提高了,我们的一个摆放空间。 也就是说,焊台不单单可以放在桌面上,放到台面上,一样可以方便使用。 好,我们就说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